中国借入台湾大选的情绪 现在就连驻外的代表都示警 更多的内容教委培训 总统大选倒数十天 中国借选的消息也越来越多了 民主党候选人赖清德他表示说 国民党运用中国借入这场选举 全国的民众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他认为这一次也是中国借入台湾选举 最严重的一次 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他也说如果台湾这个总统人选 是可以被极权主义用战争来影响 那台湾的民主势必是荡然无存 那柯文哲对这一次中国借选的看法 他也说中共从1996年 就介入台湾选举到现在了 但是蓝绿两党总是一个靠中一个反中 他认为说中共对台湾的选举 只需要关心就好 手不要伸进来 因为从过去选举来看 每一次中共伸手借选 都会变成国民党的猪队友 而对于被绿白夹杀的侯友宜 他则反控对手将他抹红 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选举 不要制造恐慌 那如果从国外来看台湾选举的话 驻澳大利亚代表徐佑点 他接受了澳洲金融评论报的专访 他也示警说 中国已经是加大力道 试图介入选举了 相信台湾人民具有充足的智慧 辨识恶意的影响 并且做出自己的选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